我一个人说话呀 喂 听到吗 听到你说 嗯 我是来问问题的 就是我有 我有个旧妈 他是美国的 然后我的表弟太监是美国出生的 我就想问一下美国那边的 产假的政策 以及他们是说 小孩子出生是会有证实给买份吗 还是什么 我主要是想了解清楚 嗯 产假这个东西 其实因公司不一样 很多都不一样 而且也看职位 首先说这个东西 它是有一定的宽和范围的 法律要求最低 最低底线是提前一个月 就他临出生之前提前一个月 但有的公司给福利好的这种 嗯 怀上三个月以后就可以在家养着了 因为这你职位重要 生完之后三个月才回来 那 那他 那么他的总产假是 比如说是多少周多少周 不 这得跟公司协商 这个东西不是 不是所有公司都走法律最低底线的 明白吧 他没有像我们劳动法这样子 对 他跟我们的产假 完全不是一回事 现在有现在国内正正八经 有人拿产假发财呢 知道吗 这我不知道 因为因为我自己的老婆是干生小孩 我是知道我们这边是一百五十八天 然后再根据什么什么 你跟美国说完了 除非你是公司特别重要的职位 特别重要的职位 而且是公司特别 还挺喜欢你的 感谢允许的 保持啊 这公司特别喜欢你 然后你还给我职位特别重要 能给你协商说你稍微放长点 否则按照他们的法律规定的话 你就是一个月一个月 一个月 一加一应该是 应该是就产前一个月 产后一个月 两个月 带薪吗 你带薪带的是最低 带的是底薪 带的是那个就是那个就是 salary pay 跟 commission 跟什么那个就是 bonus 没有任何关系 就比如说你的薪资 那跟我们的生育 今天的总会一样 不一样 不一样 它是这样的 就是比如说你每个月 你每个月薪资 五百 五千块钱 五千块钱的薪资 然后呢 你的薪资组成部分 比如说就是 就是每个小时的小时工资 可能在里面占 比如两千八 然后你每个月的 bonus 就是奖金 奖金给你个五百六百的 然后这个commission佣金 再给你个五百六百 那这种组成方式 你最后比如一共凑数五千块钱了 那你那个时候所谓的贷薪休假 贷的就是底薪 明白吧 不奖金什么什么佣金 这些是不存在的 所以说有的时候就是这个法律控制 说实话不是所有公司都愿意给 你明摆着的吗 只要是人都会有这个 对他不是所有公司都愿意给 而且他不会给你那么长时间 之前义父这公司就有人就是就是这样 来了以后刚上班 第二天就说自己怀孕了 你必须得给将近半年多的那个产假 什么一百八十天 一百八十天 回头 回头就是拿了拿了将近半年的钱 回头不干了 辞职了 他辞职之前 你不能吃他 他辞职之前 你必须给他钱 回头他辞职 就是你孩子哪儿还留了咋的了 明白吗 孩子流产了咋了 所以说这个东西是没没办法说的 那么奶粉的那个 美国的奶粉 那个这个卷是个啥呢 是一个 你家庭收入 达不到人家的那个 就是 达不到人家的那个那个不是中位数 是有一个数字 家庭收入达不到那个数字 他会给你所谓 类似你家的贫困户那种粮食卷 可以换最普通的奶粉 不是说所有人都有的 是吧 孩子你生完孩子 他不是说特困户才能领 很多东西你可以领 包括尿布都有 但不是特别多 然后包括他们领的那个 领的那个 他不有那个那个 就是那个 就是那个叫啥 腐食 就是孩子稍大点的时候 吃那个腐食 还有那个就是那个水奶 什么这些东西 他都有能领的 但是是属于贼刺的那种 反正这本华人家庭 我没见过那种 混多惨 你基本都没见过 为啥这么问呢 嗯 就因为今天我老婆 他的那个 不好意思 应该是他姑姑 就跟他发微信 他历史就是说 什么国外能够产假修三年 然后我自己去收就没收到 修个屁三年 自己给自己修三年啊 正扯淡 修仨月都飞进 还修三年 那我没问题 嗯 领那个东西呢 那基本上就是混的比较刺激点 混的比较刺激点 就跟你领 领救济粮差不多效果 多大吗 嗯 孩子小的时候一直可以领啊 甚至孩子长大了以后 可以低收入家庭 低收入家庭 只要孩子没成年 都有所谓的优惠 很多老末家庭 就是靠着活着的 一生生五六个 完了一个孩子 我记得好多年之前 加州是给四百 给四百 给四百块钱 现金给就是现钱给四百一个孩子 完了呢 给你那个粮食券 就是问一下低收入 就拿个券上特定的丑事去 能换一些平安楼梯的什么 就是基本的面包啊 啥那种的 你反正你别谈 别谈口味了 面包牛奶能换点 嗯 低收入家庭嘛 就是 嗯 低于两千 两万亿呢 低于两万亿 那不是低收入家庭吗 那不是 我知道 那么没问题 嗯 行 好 好了 谢谢 嗯